現在是晚上的8點14分 這裡是中廣流行網的娛樂一世代 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和我一起當DJ的朋友 禮拜一的晚上 歡迎顏又婷 哈囉 中廣大家你們好 清雄哥好 你知道顏又婷我真的就是在等你耶 怎麼說怎麼說 那個以前我們見面的時候 我就說有機會邀你來我節目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可是我要至少要等到你有歌吧 對終於出作品了 對 你知道就是我等顏又婷有歌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非常重要 所以當我看到你的新歌一上架 我就是馬上就覺得說要不要來 因為以前我其實會有點覺得 其實都是一些場面話或是哥哥前輩會就是說 但是我真的一出作品的時候 劍仁哥馬上在我的IG下面留言說來宣傳 我就說OMG真的假的 我就OKOK 哥哥很少講場面話啦 你看你沒有出歌你看我有這個 你等我一下我照給你看 OMG 你看我就是真的在等啊 欸 劍仁哥居然有買我設計的T-shirt 我有買 我從夏天等到現在 因為現在穿這個態度 你是不是不是用你的本名去訂的 我其實是用我本名欸 我用我本名欸 你都沒有發現欸 我哭了 而且我買你的T-shirt的時候啊 就還有附贈你的那個簽名 這個這個的意思代表這個是前十件 你有訂的人才會有的唯一十張簽名照 你看我多follow你 簽名 一看盈又廷發東西 馬上支持 很發露 對啊 等他有歌來的時候 我要穿你的T-shirt訪問你這樣 我怕哭了 今天我就發現好像有點冷了 對 因為我這個是短秀夏天的 我今年可能應該有可能會再出這樣 出場秀的嗎 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 對啊 因為接下來也會有一些作品的安排跟規劃 對 因為我認識的盈又廷啊 除了很會跳舞之外 他其實蠻有才華 可以做很多事情欸 喔今年真的 去年啦 我真的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主要包括健康哥看到的 我在插畫 我在做一些周邊鑰匙圈 然後我自己還去學3D建模 3D建模 對我把我他就是用電腦 然後把東西立體化這樣子 從2D變3D 對所以我特別為了MV去做這件事情 把我的老車用3D建模的方式拼出來 然後把它置入到我的MV裡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我的新歌 全力的奔的MV OK 待會我們會好好聊聊你的這首歌 然後同時呢 今晚的娛樂宜世代 來和我一起當DJ的是顏又廷 I like radio 歡迎你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宜世代 現在是晚上的8點20分 好今晚來到娛樂宜世代 這位同學全力的奔 你知道嗎 你的這個歌名真的取得太特別了 很少人會用這種 這種全力的奔 因為以前其實求學時段 其實你就會一直斟酌一些 就是老師會一直叼你那個 那後來就發現 其實D就也超好用的 就是我都用D 如果前面特別去強調我的動詞的話 就用D 但因為很少人會把奔這個字 放後面然後就沒有了 通常奔就是奔向什麼方向 奔跑對不對 全力的奔 奔突然這個字變成 它是一個動詞沒錯 但好像奔這個字後面總是要加一個跑 要奔去哪裡對不對 或是奔走啊或什麼 因為我就是很強調 就是大力的那個 就奔而已這樣 你就奔 但是到底奔向哪裡 在歌詞裡面 所以這個全力的奔 這個東西是有一點全明星運動會的感覺喔 是 很有運動精神在裡面這樣 沒錯 但它其實同時也是因為我之前開的一台老車 它壞掉了 但後來我又遇到了一個女孩子 她的年份就是她的生日 跟我那台老車的生日是一模一樣的 真的 都是1988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這中間的巧妙的緣分 真的讓我想把這些故事把它寫下來 對 然後就變成了這首 這首全力的奔 是 所以 全力的奔向那個女孩子的意思 呃 也是帶著女孩子從這個 心意 對 從這個漩渦裡面奔出來 奔向光明的未來 喔 所以你那個時候 其實你的那個 感覺好像 要寫一首歌 然後讓你等很久 你覺得你 寫歌的時候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是沒有故事題材嗎 其實歌早就寫好了 喔 真正等最久的是做MV 喔 是在等MV 對對對 因為MV其實這一次真的是 我拉了各個我的同學 然後我的學長一起完成的 然後MV裡面其實大部分的一些3D 都是我自己去做的 然後自己下去自己去玩這樣子 所以裡面可以看到很多 我以前那台多力的老車的3D模型 那現在的老車呢 那台老車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 開到寒冒煙就報廢了 喔真的啊 對非常非常可惜 不過你這麼年輕 你喜歡老的東西齁 我這個人我其實是喜歡差不多 八九零年代那時候的 的氛圍 因為我覺得現代真的 我覺得太多了太繁雜了 很多事情太複雜了 我覺得回歸到新的東西 基本上它也會一直越來越新這樣 那我們回歸老的 老的有一種美 有一種樸質這樣 是 但你的歌很新啊 我就是喜歡這種新舊新舊 那種有點小經典那種感覺 好今晚呢禮拜一的晚上邀請顏祐廷 很多人對他的印象就是基本上 顏祐廷你其實很常出現在節目裡面這樣 是是是 對啊 因為像一開始大家可能在運動會認識我 然後後來又營業中 對然後近期可能跑一些宣傳 有上一些通告節目這樣子 你是大學生嗎 我就是之前那個大學生的梅 大學生的梅 你就是喔 對那再更早是超級接班人 超級接班人 我差不多出到十年了 對耶 差不多十八歲 哇 所以你十八歲的時候 你就算是蠻積極的爭取在電視上曝光的機會的 我覺得誤打誤撞吧 因為一開始我其實也是陪同朋友參加選秀節目 對那後來就是有賺外快的機會 我就也去試 所以就那時候大學生的梅就也趁機上到節目 然後也順便練了很多東西這樣子 對啊 因為後來我對你的印象就是 我覺得你的舞跳得很好 我一直以為你是從跳舞進入這個行業的這樣 算是啊 算嗎 因為那個超級接班人一開始也是跳舞的選秀節目 你是以跳舞去參加這個節目 然後我是一直到大學生的梅才接觸到 那時候有一個學長叫小斌 他就有教我怎麼做音樂 然後一些logger的東西 然後就開始慢慢的摸索 然後他就是開始了我自己的創作生涯這樣子 後來真的讓大家真的很認識你 你覺得是在全明星運動會嗎 是是因為在全明星運動會之前我那時候就是為了創作 所以自己處於一個比較封閉的狀態 然後那時候就很多人就一直退追蹤什麼的 真的嗎 而且這個人都沒有作品了 那我們就算了先不要這樣 沒錯 但其實作品是一直有在推出 對對對 可是真的因為每個階段經歷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每一次的作品我覺得都是在記錄當下的我們 然後越長大其實想的越多 對像這次的新作品 我其實在MV上面的想法就丟了很多很多 對 所以我剛剛就跟言又廷講話 你以後那個歌已經做好了先推好嗎 要不然等你MV的想法那麼多 等到你MV出來又過了好久了這樣 沒錯沒錯 就讓我們先聽歌就會知道說這歌長怎樣 那我們就會去期待那個MV的出現 對 所以你的創意基本上很多種 比方說像音樂的創作 舞蹈的創作 MV 視覺 像我之前不是在網路上買了你的T恤嗎 沒錯 對 包括那個T恤上面的公仔 對不對 那個冰淇淋那個 對 他不是冰淇淋 他叫什麼 他是奶昔 他是奶昔歌 因為為什麼會出奶昔歌 是因為我之前在節目上 就是因為奶昔出包 後台內場 餐廳內場說沒有牛奶了 不能點奶昔了 我在外面持續幫客人 因為客人就想喝奶昔 我就還是得幫他點 然後就出包了 你說你以前 你說你在節目裡面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真的就做了一個 嘲諷自己的T恤 要奶昔歌對不對 對 就很好笑 各種想法 全力的奔 你喜歡的類型 是這樣的音樂是嗎 你喜歡這樣子 你喜歡這樣子比較有一點HIPHOP的感覺 如果是在琴歌的話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晚上娛樂益世代 來和我一起當DJ的顏又婷 他會介紹什麼歌給大家 這些歌你是平常什麼時候聽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興趣真的是非常非常廣 比如說像去年我在花蓮的跨年場 我不只把舞蹈結合到我的秀裡面 我還把籃球 花式籃球這些東西 也結合到裡面 那籃球這件事也是我 每個禮拜都會去做的事 我都會去公園去打三對三野場 你超愛打籃球 超愛打籃球 那我在籃球場我都會帶著我的喇叭 然後就直接在現場放歌 對 我覺得運動就是要搭配音樂啊 就是要有節奏啊 欸那你放的是你的歌嗎 沒錯 這些歌都是新生公園歌單 等一下等一下 那你放你的歌 跟你打籃球人知道那個歌是你寫的嗎 知道那個歌是你唱的嗎 喔 那個我自己是不會放自己的歌啊 不會放自己的歌啊 自己放自己 我都會等大家休息之後 整個都已經沒什麼專注在場上的時候 就投放這樣 對啊 搞不好還有人說 欸你剛放的是什麼歌啊 那個歌聽起來還不錯欸 其實是有啦 其實是有 有些會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聽聽 這是你新生公園歌單嗎 沒錯沒錯 那從哪一首來 那就從第一首好了 好啊 你來介紹一下 那這些歌對你來講 通常就是籃球時光 對 就是聽了這些歌 可以讓我忘掉很多平常的煩惱 你覺得你是平常煩惱多的人嗎 我是欸 因為我爸一早就會給我煩惱 他就會給我壓力 難怪你以為首歌是要整天的 對啊 整天真的是整天的 好 從這首歌開始 這是顏又婷的歌單 歡迎你回到我們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 廣告前我們聽到的歌就是 顏又婷新生公園籃球場歌單 沒錯 所以現在聽到這個歌 有人覺得很熟悉 欸 新生公園那個人是顏又婷齁 對 沒錯 都有在那邊放的 每天去齁 也沒有到每天啦 並且還是有工作 就是一個禮拜至少都去個一天 你知道那個顏又婷在籃球場的身份 除了打球以外就是DJ了 真的 沒有歌不能打嗎 沒有歌不能打你會覺得很乾你知道嗎 那你確定每一個人都覺得一定要有歌才能打 沒有因為 只要你到就一定要有音樂 對 就是大家其實 一開始大家我也會想說會不會尷尬什麼的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真的每個人只要歌一放了 好像每個人都變NBA你知道嗎 大家都是變好朋友這樣子 對 其實你就比較不會 因為其實以前球場會有很多爭執 但自從我開始放歌之後 欸 球場開始變peace 就大家其實真的都是為了球技 然後不會說真的是會有衝突這樣子 對 對 對 所以那個音樂真的非常的重要 很重要 那你之前的老車也是聽類似這樣的歌嗎 是的 我真是喜歡這種反差感 這很違和欸 外面那種比較經典 但裡面是 對 外面的classic 然後裡面是這種hip hop這樣子 但你偶爾也會放一點古典啦 喔 古典啊 jazz啊 感覺跟你的classic比較能夠融合在一起 對 所以你的人生基本上算是mix齁 嗯 各種元素都有 我覺得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很怕無聊 所以希望有各種不一樣的嘗試 嗯 在那個頭腦一直停不下來的同時 你覺得你現在大部分的時間給的哪一個部分 就比方說在創作上 你比較期待你接下來是在哪一種創作的領域裡面 能夠有比較大的發展這樣 有想過嗎 有 就是一個專場 專場 我覺得我自己的想像是專場 專場是唱歌嗎 專場是唱歌 表演 舞蹈 各種我能表演的事情 都在那個show裡面去發生 然後包括外面有我的藝術品 然後跟我的插畫 我懂 我懂 整個融合起來 還包括如果大家想買周邊也是 顏又廷設計的 是是是 對 然後你現場專場的燈光 或者是影像視覺 沒錯 VJ的部分 全部都是由你來這樣 這可能要等個十年 哈哈哈 你要快一點啊 OMG太多事情了 可以可以 你如果很多的事情做得越來越順 你基本上就可以有團隊了 是 因為其實自己想嘗試 也是想了解自己錢最後 權力到哪 對 你錢會用到哪邊 會比較適合 對 目前為止做這些事情都很開心 那你這樣真的很難去拍戲啊 寫歌啊 還是你接下來會把你的時間放在拍戲 寫歌這些事情上 我覺得是看什麼樣的事情先來吧 對 那目前的話 如果沒有戲的話 我一樣保持著創作的這個感覺 去生活 這個創作的動能基本上是停不下來的這樣 對 但我就想到像你們這種人永遠不會無聊欸 因為你們只要一收工就開始在畫了 沒錯沒錯沒錯 一收工就進入到自己的世界 對對對 好 接下來也是你的歌單 那通常你是去哪裡找這些歌呢 你在聆聽的過程是聽到了喜歡 你會把它收集下來這樣嗎 是 因為我自己也很愛去探索一些 可能沒聽過的歌 然後去聽聽看 欸 這個國家 然後那個國家不同hiphop的感受 所以基本上你聽的音樂算是以hiphop為主啦 所以在球場這些音樂一放出來 你就覺得那個籃球就活起來了這樣 沒錯 因為我覺得打籃球就是一個 很需要一個節奏感的東西 對 而且籃球跟hiphop基本上本來就很接近了 而且我都會用這個節奏去騙人 我一開始就有那個grooving 大家以為我要這個grooving 我就一個反拍就過它了 對對對 這其實是我的一個小武器 你除了打球以外 那你平常創作啊 比方說你畫畫啊 你是聽這些歌嗎 欸 其實也是 也是 所以這是你的那個顏又廷百搭歌單這樣 是 不只籃球 家裡也可以 對啊 就是其實你花很多時間在電腦前面嘛 喔 很多時間喔 對不對 繪圖啊 創作啊 是 然後剪接影片啊 然後音樂 剪輯 錄音什麼的都是要面對 對 而且都要自己很手工耶這樣你 對 自己都要自己來 自己去處理 自己去設計 自己去踹這樣 真的是整缸這樣子 你喜歡嗎 你喜歡這些這麼 detail 或這麼幕後的事嗎 其實我很喜歡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你在畫畫 或你在建模 其實在這中間的過程中 你會一直去了解自己的喜好 了解自己的眼光 然後也很療癒自己的心理 就是你在畫的每一筆的時候就會很療癒 一直在往你夢想的那個樣子去建築 對 我喜歡你 因為 比方說你如果繪圖 你在創作你自己的角色 或者是在那裡面的時候 因為你會給他生命嘛 對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實是對那個角色 或你繪圖的作品是很深入的這樣 那深入有時候還超過歌啊 超過其他的演出這樣 有時候會喔 會喔 因為其實像我在創作一些角色的時候 其實是創作我身邊的人 真實的人 比如說我的家人 然後我的朋友 對 那有時候 畫一畫畫一畫就發現 欸 自己掉太深了 就是 有點太... 因為你的情緒都在那裡面這樣 是是是 我以前不太了解這一塊 是因為後來訪問了那個日本的千賀劍勇 他是那個Kiss My Foot 2的成員 然後他其實喜歡的事情跟妳有點像 而且他也超級投入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發現說 欸 我終於後來慢慢的在你們的創作裡面 看到你們的內心 以前我以為那只是一個圖 我做這些設計師的意義也是 去展現我心中 我的靈魂的不同的面向 但其實大方向 大家都還是在同一個宇宙 顏又廷這個宇宙 顏又廷的音樂會長什麼樣子 顏又廷的插畫會長什麼樣子 顏又廷的這些 MV他會長什麼樣子 而且顏又廷不是只有顏又廷 顏又廷他們家是文創之家 喔 是是是 欸 你弟超厲害對不對 我跟你講 主要是我第一 他的品牌現在做的 真的是還不錯 真的 KINGJANG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就是那個 KINGJANG KINGJUNG 對 那個 KINGJANG 跟很多聯名欸 喔 各種 他前陣子有跟眼鏡啊 然後水壺 然後也有跟米克夏 然後很多 他出了非常非常多走編 KINGJANG以後可以跟顏又廷聯名 我要再努力一下啦 我現在還不敢高攀我們的小顏老闆 哇 你爸爸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爸爸 因為讓孩子自由發展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現在慢慢的都在你們的身上 看到很不錯的樣子 好啦 所以我們了解 為什麼會有整天的 因為根本就是停不下來 真的是停不下來 我們每一天都要去try 每一天都要相信自己 好 這是顏又廷的歌 今晚魚雷世代 謝謝和我一起當DJ的是顏又廷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健安哥